好了 講完建築 就講交通工具相關的能源效益 香港一般的交通 就是汽車或鐵路 傳統基本上就是用汽油 柴油也好 電油也好 這兩種 好 我們講這個 電動車和傳統汽油發動的車 電動車很簡單 如果你玩過模型車或四驅車就知道了 有一個電池 電池推動過電動機 就是我們平常說的馬達 好 然後車就會動 不過再多一個叫做再生制動系統 我們煞車的時候 傳統的時候就是這樣夾緊輪子 用摩擦力來煞停車 其間就會熱 煞車的系統 能不能都流失 電動車很多時候有另一個設計 就是把它煞車的時候 就不是用摩擦力來煞停它 就變成把電池再次充電 這個叫做再生制動系統 相當聰明的系統 相當聰明的系統 好了 那整件事大約就是 驅動汽車就用電動機 即是馬達 煞車的時候 那個東西就變成了發電機 轉回去做化學能 就儲回電池裡面 好 避免了不要化了成熱 化了成熱 又會磨損了煞車系統 又會浪費了一些能量 好 那電動車的優點 有些優點 它不會直接排放空氣的污染 但其實它充電的時候 會需要用電 電是發電廠提供 其實發電廠本身都會製造一些 空氣的污染 那它能量轉換 純粹說 車的最終能源效益 其實是OK的 但是呢 就不是全部 好 也都比較安靜 電動車是比較安靜的 好 還有其他 這個你自己看看吧 但是同樣 它有一個缺點 那些缺點就是 通常電池 就不太耐用的 走得比較短 充電的時間 又很久 還有現在來說 電動車比較貴 好 那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現在我們用的 多數都是電池電動 電池電動 而第二款 所謂用輕燃料 就還未曾很流行 還未曾很流行 好 接著我們說其他 好 那是燃油汽車 傳統的燃油汽車 燃油汽車就是入油 燃燒 膨脹 部份會變成熱 下面就是內燃機 所謂的汽車引擎 運作原理 都寫得相當清楚 自己慢慢看 好 還有一個 在香港也很流行 叫做混能車 或者混合 混合車 混合車又有燃料 又有電池 結合了兩者的好處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我猜將來 都可能會全部被電動車取代 都不成功 好 混能車 也有它的好處 大家都可以自己看看 好了 如果你真的說 是不是真的 環保 也不應該駕駛私家車 私家車 是比較不環保的 你想想 你一個人 例如從另一個地方 連輛車這麼重 都不太划 所以就不划 最好 最有效的就是 這個 這邊 這個位置 列車 就是我們說的火車 地鐵 火車 全部都是這些 所以如果從環保的角度 公共交通 是比較環保的 它有很多好處 就是 公共交通 就減少一些 就是 每個人一人駕駛車 和你一百人搭巴士 以巴士來計 你用的燃料是少很多的 路面的車輛數目 比較少 交通機室 也比較少 計算 運輸成本 交通時間 都可以減少一些 好 我們就 講到這裡 先 到晚了